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兄弟们今天是和俄罗斯女朋友约会的第一天啊 昨天我们在一起了 今天他主动提出要给我上俄语课 然后约了我去一个很漂亮的餐厅 环境非常的好 他说在那里比较适合学习 然后我现在要骑着我的小自行车啊 准备过去 每次约会就要下雨 真的是很奇怪这种感觉 看这个人啊 一旦恋爱了以后啊 这个金钱状态就是好 走路都是带笑的 就感觉心里面甜蜜蜜的啊 我现在已经到 李达约我来的地方了啊 然后服务生告诉我没有位置了 然后问李达的话 他说他没有预定 我就是忘记了啊 今天遇到他们可能是包场 然后又下去了 现在等李达过来吧 他说他马上到了啊 可能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 再找找这里老远 嗨 李达 你好吗 好 好 你好 我很好 我珍惜你 你珍惜你吗 现在这家餐厅已经满了啊 没有桌子我非常的遗憾 然后李达说要不然就去 去我家里面去上啊 去我家里面也得等这个雨 停 所以我说再等一会 因为我是骑这个自行车来的 然后等一下等一停了 再用自行车带他去吧 刚才李达说现在下雨了啊 他约着我去推着车 趁着伞去散步 他说那个今天就顾客了 要推迟到每一天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挺棒的 Let's go 好 OK 趁着伞散步啊 这个也挺浪漫的 今天有一点遗憾 李达说 他说其实他一点都不怕下雨 所以带伞不带伞都不是问题 他问我害不害怕 其实我也不害怕下雨 对啊 我没有糖 我们没有放下雨 OK 那就不用伞了啊 在雨中漫步吧 临时就临时了 看来俄罗斯女孩确实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啊 人家啊 直接就约我临雨 第一天谈恋爱啊就叫临雨 我们其实走着走着感觉雨就变小了一点啊 这个真的不会是战斗民族 他们都不怕下雨的 可以在下雨天和你推着自行车散步啊 真的这个是让我感觉很意外的 你的理解 用中文怎么说 理解 谢谢你的理解 谢谢 理解 理解 对 他说谢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啊 谢谢理解 谢谢你的理解 谢谢你的理解 谢谢李达 我觉得脑子这么大啊 快40岁的人啊 这种体验和一个20岁的女孩谈恋爱啊 在一起中临雨散步啊 这将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难忘 刚才我在和李达说谢谢你啊 不客气 对就是让我领略的 这种心里面很暖的那种恋爱的感觉 谢谢 不客气 然后他现在连不客气都已经学会了啊 现在我们走着走着啊 你就停了 真的是说奇怪也奇怪 等着他不停走 一走他就他就停啊 刚才李达说 我俩的交流很难啊 他不会英语 告诉李达啊 我一定要把俄语学好 不管花多长时间 呃我们来谈谈标志系统 现在我要给你展示我手上的东西 你给我解释这个在中国意味的什么 ok 啊好说 好的 好 啊这个是什么 I love you No I love you 我爱你 我爱你 对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对 对 这个标志他们是指很酷的意思 酷 酷 非常酷 对 你很酷 很酷 我们今天在商店解决一下 买一点喝的啊 今天约会没有去餐厅很遗憾 买了一个饮料啊 因为我们的这样的关系很亲密啊 所以他喜欢他喝一口也让我 这样喝一口 好喝 走进俄罗斯女孩啊 慢慢会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 我们就这样一路上用方译软件交流 虽然很麻烦 看上去也很别扭 但是我们乐此不疲 彼此享受着这一份热恋中的温情 琳达一路上给我讲了俄罗斯各种各样的节日 以及到了不同的节日 他们会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他们会去哪里 他们会吃什么 可是我一句都没有记住 因为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 我感觉我已经恋爱脑了 我们现在在路上讨论一首歌曲啊 一首俄罗斯的歌曲叫摇篮曲 因为我特别喜欢听 然后我们在这里讨论 这首歌是讲一个什么的内容 然后我说是关于战争和和平 他说是关于爱情 然后他现在在在找这个歌词给我看 就是这个这首歌是讲是讲说爱情的 歌的歌词就是带上我爱我隐藏我 带上你爱你带你走 我感觉这个爱情故事是讲述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罗斯女孩的爱情故事 对不起 对不起 玩笑啊 要逗他玩的啊 对不起 他要给我分享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曲 拿给我送他的耳机 我和那个Lina说啊 我们之间要找一个最简单的语言来沟通 可以是中文 可以是俄罗斯语 可以是英语 就是哪句话简单就来哪句啊 现在我们说那个I understand 我和他说就是命版 你卖 把你卖 把你卖掉 我们现在找了一家离离达家比较近的餐厅 然后就吃个饭 因为他是说不要花费的啊 就是算一下步就行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吃一个饭 因为他老怕我花钱 因为他们俄罗斯的女孩想法不一样 他就觉得对你会有很多亏欠 在俄罗斯这边 他这边餐厅特别的少 所以难怪我们很多中国人 在这边开中餐厅很挣钱 他餐厅太少了这边 随便你动不动就没有座位 现在又下渠取来了啊 因为那个李达说这边周五的话 饭馆基本上都全部爆满 根本找不到 老家酒吧或者哈飞厅吧 好花人你很漂亮 好花人你很漂亮 好花人 又学会一句啊 就是拒绝人不叫念 念 英语 念读就是没有 念读 念哪得 不要 念哪得 念哪得 现在我们又找了一家咖啡厅啊 离岛进去看一下有没有座位 如果没有座位的话 就不要再白跑一趟了 我想今天我们不会找任何空间的公司 我们再去看看 ok go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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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那个第一次见面的咖啡馆 我知道有没有座位啊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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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很高兴的意思啊 我很高兴的意思啊 我很高兴 我感觉我们今天的课程 其实在路上就已经把它上掉了啊 只是没有坐在这个 餐厅里面上而已 这种感受也是蛮有意义的